掌声有请当事人 来先生有请 你好 你好 我承诺我在现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如有不实 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请您说出您的诉求 那么我的诉求就是 我的王妻在生前转移了我的大约200万左右的财产 今天我是来追回属于我的财产 李先生52岁 北京人 外企销售经理 求助类型 婚前财产纠纷 李先生 您刚才上来一提到王妻 我们都感到很惊讶 这个王妻是目前还是在您婚姻内的一个妻子对吗 是 但是在婚姻期间内她去世了 对 您的爱人是在什么时候去世的 那是在2017年的9月23号 那距离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对 那为什么就说转移的是您的财产呢 那转移的不应该说是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吗 这个财产呢是分为两部分 嗯 那么第一个呢是就是说我个人的婚前财产 我在婚前是做过公证的 现金吗 对 现金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2013年 那妻子有多少钱呢 妻子的这个婚前财产呢 她没有跟我说 那么这一部分婚前财产呢 就是说我在婚后 那么是以委托她理财的形式 嗯 那么分两次转给她委托她理财 都有银行的记录对吗 有 是帮您做理财还是帮你们俩做理财 坦率说也没有特殊的约定 嗯 我理解呢 就120万的财产呢 这个是我的个人财产 嗯 那么这跟婚姻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收益呢 就我理解是可以用于家用 就是说这个 嗯 因为这毕竟在婚姻存息期间的这个收益嘛 所以您当时把120万转给她 是出于完全的信任 也是对这段婚姻的一个美好的期待 那肯定是的 那您刚才说的一上来说 您主张的是200多万财产 对 那您刚才说的是120万 这剩下的八九十万是怎么回事呢 好 在这个我们四年多的婚姻存息期间 嗯 我们俩同时都工作 都有收入 我们又是工薪家庭 没有孩子 包括理财的这些收入 嗯 那么那大概呢 也有八十多万这样 每次理财产生的收益 它都会向您汇报是吗 它没有具体说 它一直在跟我说 说你放心 它都放在这个银行的理财账户里 很好的在理财 它也承认 我们家的财产 有不包括它的婚姻财产 就是大概有180多万 那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纠缠这个财产的问题的 好 在绝大多数四年多的时间里 我自己感觉还比较幸福 因为我不知道真相 那么它都是在欺骗我 它告诉我说 这所有的钱你放心吧 都是在理财的 那么事情的转音 在2017年的1月4号 那么这是我记忆游身的这样的日子 是他突发结肠癌晚期 他自己打车到的医院 然后呢 我呢 去打电话 我正在上班 把我叫到送到医院 那么从这一天开始 我的噩梦就开始了 对于李先生来说 妻子突发疾病的这一天 也是他追讨财产的开始 这一天让他们四年的婚姻 突然陷入深渊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并不是妻子突然恶化的病情 而是婚姻背后 存在的一个巨大的隐患 您刚才说了一场噩梦开始了 您指的是什么 那么我指的并不是这个病 这个病人都有生老病死 我接受 而且我也富有 我赡养他的义务 我尽了全力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是北京人 我的这个王妻呢 是天津济县人 那么在北京呢 他没有亲属 一到三月份期间 做了两次大的手术 那么等于说 我救了他两次命 那么这些都是我 24小时在那陪伴的 这是有死亡危险的 从以前我不太关心财产 家里财产他最大的 那么从这一天开始 我可能对财产就关心了 我们家还有多少钱 还能怎么治病 还能那种那什么 那从这会儿开始 我就开始了解他 就说他呢都对我隐瞒了 他能不能担心 他要离签 还是要离签 甚至那样 他会 release credited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您已经说了 前数总是在这了 你还干嘛呀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 你就是你妈没完没了的 你往不你应该让我知道 我告诉你 前数是不是对上了 你还要怎么干 不是不是不是 对上不对上单说 你这个支出 你应该你支出的支出 支出是我的权利 我工作 对吧 不是不是的 这个钱这么多钱 你支出你全给支出出来了 是你权的也是吗 我没有说权你这权的也是 那那卡上的钱都是你的吗 不是我的 是咱俩的 得咱俩重新 不是 我就说我的这两个卡 不代表这钱上都是我的 明白吗 有40万美容的支出 是替公司付的是吗 还是你个人 你一年就花了40万美容 其实太可怕了 咱家的财产 你上次私自动用 全部没有经过 你应该跟我说清楚 总共180万美容 你支出40多万一年做美容 你不能那么算 而且我现在跟你说 拜托水的钱 包括咱家信金流 对吧 都实际在这玩 你别管我 上面的流水 那是我 自然我的事 不是你的事 不是 这是两个人的事 那些 不代表 上面你用写着我永远的卡 就是我的钱 告诉你 上面也有公司的钱 也有咱们家的钱 是 我花自己的钱 我回了钱 我放公司卡 怎么又不可能呢 这段争吵发生在妻子查出癌症 手术期间 让我们疑惑的是 夫妻一场 李先生不是更应该关心 妻子的病情吗 为何在此时 开始清算这本经济账呢 前期采访时 李先生说 他与妻子的争端 源于40万元美容高消费 进而李先生还发现 妻子将他的婚前财产 110万元 借给了两个莫须有的人 对于这两个人 妻子始终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李先生开始怀疑 很有可能这一切 都是妻子的谎言 就在他怀疑妻子的动机 和目的的时候 一件让李先生 措手不及的事情 发生了 就在三月初 那么他就自己卷款就跑了 卷款跑了是什么意思呢 对啊 什么意思呢 他把他所有卡的信息 所有在我家的 其他的他身份的信息 都卷走了 我打电话也不接 我发短信也不回 从此这人就消失了 能够联络到他的家人吗 联络过他父亲 他父亲怎么说 他父亲说我不知道 家人不知道他的情况 您也找不着 所以您断定他是 协款逃跑了 这样的现象告诉我 这样是不正常的 李先生怀疑妻子 是把钱带走了 他联系无果之后 随即将失踪的妻子 告上了法庭 法院的一审判决 是让妻子返还属于李先生的 120万的婚前财产 而妻子不服判决 提出了上诉 但妻子本人 却始终没有出现 那在这个故事当中 您一直都没有见过他 没有 也就是从三月底 您的妻子离开家 直到他去世中间 您都没见过他 对 这个太奇怪了 这个真是挺奇怪的 那八月份的时候 他再次上诉 对吗 对 上诉的判决有出来吗 法院立案到审判 有一定的时间 是在这个时候 他死亡了 那也就是说 其实在审理过程当中 您的爱人去世了 是的 所以导致这个案子 最后也成了不了了之 但最后法院 也给了一个判决结果 由于李先生的妻子 突然去世 因此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给出裁定 李先生作为原告人 也作为李先生妻子的继承人 身份发生混同 因此驳回了 李先生的起诉请求 然而本以为作为妻子财产继承人的身份 李先生可以顺理成章地 继承妻子留下的财产 可就在妻子去世之后 事情却变得更加蹊跷 三月份离家出走以后 到她去世 中间一直没有见过对吧 对 那我想问的是 她去世这个消息 是谁告诉您的 是她姐告诉我的 现在您的妻子是安葬好了吗 没有安葬 还没有安葬呢 目前是什么情况 这个我不清楚 就是说她放在那儿 现在她还是您和她的妻子 她去世以后 什么情况 您什么都不知道 我问过她父亲 我说燕子怎么样了 就是说我去看一下 这事怎么办 她父亲确实说 人火化了 还没有入列 那我说咱们就赶紧查这个钱吧 查这个钱咱们好办这个事 她父亲说了 我不参与 这事我不管 我不参与 我说你不参与什么意思 是你放弃继承 如果你放弃继承 你要给我出的用意 我好继续去查 对吧 她父亲说我不管 我不参与 她非常反常 现在这个 她这个后事总要就是 就是看 埋在哪儿 哪天我去看 那怎么没埋 没埋 没埋呢 这事咱们就处理吧 咱们先赶紧查查吧 这钱在哪儿 钱里弄回来 咱们算那些事儿啊 你说 这你什么 你问我 我哪知道 你们俩的事 我也不想记得什么 我还不穿意这些事 岳父的不参与 不合作 又让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究竟是岳父真的有意回避 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律师们又会有怎样的疑惑和问题呢 说身边安理 您法理请你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提问环节 在接下来环节当中 四部律师将针对 以先生刚才做陈述的内容 进行进一步的提问 刚才那个录音等 演艺比较强的 蔡判立 师 并写 是 温暖 这 开始 申请 里面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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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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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想把一百二十万 想单独摘出来 然后夫妻过分财产 查清楚 然后力争利益最大化 表面是这样 但是他也认 他其实混同了以后 也不是不认可 他现在纠结的 就是这个遗产范围 如何查 甚至转移走的财产 如何输回 走什么法律程序 怎么打官司 先打那个后打那个 这才是大人的 来着真实的目的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分享 他现在从面临的法律 他作为他妻子的 这个丈夫 以及法律继承人 他是有权利去找 所谓的债务人 去主张权利 也就是他可以去起诉 要求不过 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困境 他去起诉谁呀 哪些是债务人 麻烦了 那到底是他个人财产 还是他夫妻共同财产 到底哪些是 可被继承的遗产 咱们把这些问题 就给他解决了 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行李 下面进入我们的 律师提议环节 那在建议环节当中 私卫律师将针对 刚才在观察室当中 合议的内容 给李先生提出具体的提议方案 首先有请律律师 我们刚才也进行了 一番合议 那么对于您的问题 还是有解决的途径的 您这个现在公证处 因为岳父不配合 所以你没法启动查询 那我们可以通过 一个继承的诉讼 启动这个程序 那继承的诉讼呢 您可以作为原告 岳父作为被告 因为继承是实际上 就你们两个 那么启动这个诉之后呢 首先可以申请法院 去调取您妻子向下的 这个账户的信息 就截止到您这个爱人去世的 如果是婚后这个财产 已经发生混同了 你无法证明这里面 有你多少钱 混同的后果 就是一人一半 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了 那么剩下来 稀数来的遗产 它转回去多少钱 转给谁 然后转给谁的是 法律关系是什么 那如果有认识的 您再一笔一笔去核实 这份提议是非常具体的 谢谢律师 好 谢谢徐律师 来 霍律师 刚才徐律师给你 支的这个招 你要去锁定到 多少债钱 钱在哪 那么你怎样去锁定 你通过继承稀产的诉讼 你去调取 政府需要做什么 锁定所有的债钱人 当你锁定了以后 你可以以法定继承人的尊重 去起诉这些债务人还钱 但是挺要明确的是 不是所有的转还给别人 都是债钱人 如果是合体的发销 比如你刚才提到了 说我私之浪花到明远了 如果是花了 花了就追踪回来了 他所能几成的所有的利用 都以他的财产为封地点 好 来 王律师 你必须有可继承的财产 你才能起注那个诉 启动了这个诉之后 你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新的证明 新的财产线索 一旦查到有一些可疑的东西 就在这里就出现了 是否是债权 债权它分为几种 第一个是合同之债 第二个是侵权之债 第三个是无因管理之债 第四个是你这个可能诉的 就是合同之债 是你这个前期借出去的 还是什么原因 如果说证据上不以支持的话 可以考虑以不当得利之债 再追这个债权 总体上讲 如果是确实有这种 有不明不白的钱出去的 你可以适当收回 在几位律师的共同提议之下 李先生有了追讨财产的方案 其实李先生能够在婚前 有意识地做婚前财产公正 是好事 但他忽视了婚后财产 一混同的问题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 婚前财产公正 才是合理有效的 怎样做才能真正地 保护好财产呢 首先呢 很多人是有误区的 一个是就您这件事 您这120万 有没有必要做财产约定 都是一个问题 那么你这个败主出在哪 就是你做财产公正 只能证明当时的这笔钱事 那你事后又转出去了 就转到您爱人手里了 这就形成了一种混同 那么正常的怎么办 就是您这笔钱 如果不做财产公正 也是您个人的钱 您如果想隔离 您就婚前的这张卡 和婚后的卡分开 不要和婚后的混同 更不要打到您爱人的这个卡里 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店 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第二个要提示的 就是我们发生在亲朋好友 在转账的时候 实际上有N多种可能 所以我们要用好 银行转账的复言 我是借款 我就写上借款 我是委托理财 我120万转过去 我就写上 所以这我们实际上是 通过这样一个事情 给大家提示这样一些 这个法律知识 这个非常好 邵老师 今天这个个案 我相信它绝非一个偶然 就这件事情 发生在李先生身上 它还是有些必然因素的 我不知道您怎么来看 李先生是第二次婚姻 对 那前面已经有过一次 失败的婚姻经历了 那这一次经历下来 我相信您的总结 也依然是个失败的婚姻 我们很难在自己身上提炼 我到底哪错了 我到底哪做得不合适 我到底在婚姻当中 我有哪些问题 如果我们简单地 都指向对方 而不指向自己 可能这个婚姻的成长 就不是很彻底 谢谢 给了我很多提示 好 接下来我希望 在律师的提示 包括这些情侶方案的基础之上 您尽快地处理好 您王妻的后事 也尽快地把您心中的疑惑 能够打开 好吗 非常感谢您 也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以及电视机器 观众朋友们的守候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节目录制结束后 编导向李先生了解了事情的处理结果 李先生表示 他正在积极地与妻子的家人沟通 会尽快去处理妻子的后事 让妻子安息 也会与岳父继续商讨妻子的遗产继承问题 我们希望李先生能在节目组律师的提议下 尽快查清财产去向 给自己 也给妻子一个交代